224 名報 以節流動式雷源中環雷源首10日30萬人流 2015年7月14日經濟B05增經負責擔大旗 並且專責打理遠東控股0036投資項目的雷達根 至5月份淡出遠控後 即專心處理家族原有的雷源遊樂場業務 及繼續打理原有的私人投資基金 他指出 例如自6月下旬移師到中環天馬艦隊出空地開業以來 首10日人流已突破30萬 合乎理想 雖然例如目前需要打遊擊 到9月份之後要交還場地 但是他期望例如設計的手機入手可供遊客下再遊玩 並且擲機及視乎場地 在於香港開設而東式的雷源 讓港人從19日回憶 明報記者陳偉新優達今日前接受本報記者查詢時說 以前入例園的遊客 已經為年長一杯拼為人父母 今次他們很多都有重遊中環例園 希望可以借此讓他們下一代知道 以前父母如是有換時的景致 希望連兩代之間有機會溝通 他為了籌備今次例園再現 已經用了8個月時間 聯同工作團隊設計遊戲場地 整理地方及籌備開業 開業前他更親自和兒子測試園內遊戲 並且向記者了解鬼屋是否夠恐怖 他的一問頓時令在場記者管理 在中環例園開業後 他更基本入日絕場打點一切 華舊遊戲結合Apps中環例園 除了將過往在荔枝各經營的訂鈣 專門香口膠、碰碰車、咖啡杯、恐龍屋 大象天奴及鬼屋魔靈小學等 儀師過來 讓遊客回味之外 優達根說 他們更增加科技元素 讓遊客可以在鬼屋內追蹤鬼怪 亦可以繼續參與玩Apps內由他們設計的其他遊戲處下積分 因此在中環例園連同Apps 前後共有五十組遊戲及節目 過往訂鈣磚消費只需五毫 現在中環例園訂鈣磚要用銀幣投資 均價五元 交以往大幅漲價 現場所見卻不乏大 小朋友不斷訂錢 同時場內也有外籍及內地遊客 過來換樂一番 優達根期望 待例園在九月份高別中環後 到日後重開時 可讓遊客在Apps處下的積分繼續過來新的留言遊玩 至6月25日開業起計首十日 中環例園已經累積入場人數超過三十萬 優達根形容情 理想 並且期待日後有更多遊人過來 相對例園在1993年3月31日結業當日 單日吸引超過二萬五千人過來 再短短十多日累積的人數 與當年可以互相媲美 對抽到大小巢 一張小巢 對抽到大小巢